制作这条片的时候是2021年12月8号晚上 也是我搞完上次2021年水溢天平回顾3-3的两个星期之后 在这两个星期之内 是很多水溢天平的事情仍在发生 所以之前为什么我说原来这次水溢就算过了后阴影期 但是因为在VIA combustor的影响之下 整个11月都会有预波未了 甚至我想说就算过了11月 在12月都还有这些水溢天平的事情发生 所以真的人算不如天算 就算过了VIA combustor的影响 继续去到11月尾 但是在12月的头这几天 都还有一些出人意表的事情发生 还有为什么我这次就着这个水溢天平 我出这么多的片 之前有预言之后有做回顾 然后中间我一直有搞很多的hashtag去记录它 因为大家知不知道 原来在明年2022年 你叫它四次水溢有得 三次水溢有得 那头三次呢 跟今年的水溢是一模一样 都是发生在风声星座 然后按那个次序都是水溢相指 然后天平 所以为什么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前事不忘后事自私 你今次学会了 原来天平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你下次就会去吹急避空 避空当然你就知道如何去避了一些坏东西 但是如果要吹急的话 可能那时候你想去见一些旧的人 去找一些特别的物件 你那时候就去发力 那这个才是我们去 为什么我们要去留意迁星 我们对自己有什么益处 不是说我纯粹只有个知智八八挂挂 很好玩 原来是对自己真的可以有一个生活上的便利 是带给自己的 OK 下年头三个水溢就是 这次发生的也是风涨星座 然后第四次那个 就是为什么我说 你当下年有三次或者四次都可以 因为第四次其实它是发生在年尾 好像是12月20几日 那你当它是2023年发生 没有记错它发生在摩奇又叫散洋了 好了 在我出现上次那个3G3 某一天我就忽然之间 就是找到一个袋底 找到一个食码 然后呢 大家不妨去看看 看看这个 包包的一个蛋糕仔 那个袋 它上面是不是有个日期 2019 301 18.46 其实它已经过了期两年了 所以呢我就立刻 跟一个朋友说回 因为说这个蛋糕仔是 以前某一个朋友送给我吃的 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 原来它跌了在背囊底 我不知道 然后我在最近这两个礼拜之内找回 那我就跟那个朋友说回 对了 那完全这件事就是 中了天平水液仙 是不是 因为我说过 就是天平座是跟食物有关的 尤其是跟甜品有关的 这件事就是一个甜食 还有之前有个粉丝都说找回月饼 是不是 然后再之前就说有那个古物 古董物物 那个月饼出土 这些全部都是食物尤其是甜食会找回的 因为看到水液又是讲旧物 所以 是不是夹得很重呢 那我找回这个旧的铜锣 这件事是 这两个礼拜之内发生的 就是我出完上次的三支三 所以为什么现在才说 OK 接着到 这两幅相片我稍后再说 好 现在在这里 接着 有一次有个 客人又跑去跟我说 我在这里读一读 Hello Thomas 站在YouTube 你说天平易行会影响购买 我想问我中国同样出事 发生了很多的阻滞 尤其是 总之他忽然之间就 不能再租了 业主收回单位 然后他去签约 但是很惨 每次临门签约时 那些新的业主都会有一些劇力的request 或者是转贷的 OK 就是谈了价钱 拿了checkbook 但是谁知道之后呢 又说 不租了 终于一波三折 就有个瓦遮头了 所以这个客人都哭诉 水亦你让我下沉 水亦你让我哭 我想他也是一个去年代的人 因为这是来自荣祖儿的痛爱 好了 但是我跟他说 当然不单是purchase 因为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是关系的 因为你要跟那个业主去签约约 但凡这些合约的东西 都是会有很多的好事多忙 所以各位 夏年2022 当又是天平水日的时候 你在这些地方会小心一点 继续和客人 看看客人说什么 我没有很多人赞我 签约约约约有力 追回你的youtube 一路听一路觉得 你好像跟我 只是跟他 personal 这样说的 多谢你又一次这么准 还要free的 意思是指我的 那些预言 整天的预言都是free给大家 那我们就回归之前 skip了两张照片 但是你记得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 我记得是 一个星期一 一定不止星期三 有一个客人 就无端端去找我 去问我一些租务的问题 然后我们看回头这两张照片 刚刚这件事是发生在同一天 都是某一个星期 还是星期日 即是同一天里面有第二件事 然后同一天里面 有第三件事 即是有第三个客人 在不同的时间 但是都是问我 一些关于租务的问题 他就想找地方搬 想找一间风水库屋去租 应该找哪个地区 我现在要带出这个题目 就不关水逆事的 但是是纯粹一个 大家记得我曾经 都是在这两个星期里 出过一个帖子 在我各大频道都有的 在Facebook,IG,MeV,Youtube community都有的 就是说 有时候很巧合的 那些客人去找我 有一段时间 就是连续几个都会有这样的特质 或者问我一些相同的问题 那我那个帖子就是说 有一段时间遇到一群的客人 他们全部都是 附缘很薄 跟附生的缘分很差 然后在这一个 那我现在回归到这个底图 没有我純粹很搞笑 在同一天里面 有Do,Ray,Me 三个客人都是问我一些有关租务的问题 不是一些大业务的问题 因为通常那些人都是问我爱情 但是在同一天里面 在三个时段 三个客人就去找我问一些 租屋买屋的东西 我纯粹觉得挺有趣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这些东西 其实都屡见不鲜 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很厉害的记录 我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 我试过有连续 起码四个 找我算命的客人 都是上升天平座 然后我做完一个 然后做下一个 我还以为 咦 难道我不记得去更新的 就是进入的内容 难道我看了九个 为什么 都是上升天平座 甚至上升的位置 好像差不多 我以为我看错了上一个 但是怎料连着连着 全部都是上升天平座 然后我又记得有一次 在 好像是 在一个钟 或者两个钟里面 有三个人 都同事找我占卜 找室物 或者是不见了宠物 这样的东西 因为这个又是一个很冷漫的题种 因为通常那些人占卜 都是问爱情工作那些 但是要找走室的 物件宠物那些 很常的 但是连续有 两三个 起码三个 接着找我 这些东西都是 很神奇的 真的这些东西 你计算一下那个 或言率很低的 所以你说 是不是冥冥中有主宰呢 我真的相信 好了 看回这里 我们回归现在讲这个 天平水域 有一天有个客人 跟我报料 就说 新加坡DBS下降了 OK 很明显就是关于水域的事 尤其是电子网络那些东西 而令到他 不能去赚钱 天平 和商业那些有关 所以 下年 2022 当又是天平了水星日行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小心 OK 接着有客人就跟我说 Laptop 今年年终无端端 坏了 OK 接着呢 早前 遇见过超过十几年 没有见的旧同志 准到不能 对了 所以是一些 当然坏了 是坏东西 但是遇见过一些旧的人 是一些好东西 尤其是如果你是喜欢他的话 OK 但天平就很调诡的 天平可以遇见过一些旧的敌人 对吧 尤其是以前跟你有官非 那些这样的人 OK 那就 depends了 接着呢 又有一天 都是会先这两个星期的 就是我上次出完那个 天平水翼回股3-3 但是 before 今天12月8号晚之前 这两个星期之内 很多人跟我报料 真的证明 这个水翼的那个 愚威 OK 甚至过了11月 在12月 这8天里面 都还有少少少报料 我稍后 可以继续给大家看 好了 但是这里 就有个客人就 移民去英国 那他之前就 找我占卜一些 关于他的大宗物 飞过去的东西 首先他就说 如你所言 就中了 OK 就是说一些猫猫的状况 但是另外呢 继续读了 真的要给你 水翼未完 准到爆 他是一个英国的小城市住 记住是小城市 不是大伦敦 打球竟然 撞回十几年 没有见的旧同事 哇 你说这件事 恐不恐怖 多谢你一直以来的分析分享 香港人加油 哇 这件事 有缘到 那个有缘的程度 是大到 就是 很感恩 会令人 其实坦白说 我自己呢 也都有一些 是一个茫茫人海 一个很小的场景 撞回一些旧朋友的经历 但是这里我不分享了 但是 大家日常有兴趣 可以问我去说一下 是的 也都是一些 真的很感恩 好像你会觉得 真的是上天 整定要让你见到一些旧朋友去罪咎 是的 Anyway 他也送了一些猫猫的照片给我 在此我也捉了他和两只猫猫 是幸福愉快地生活下去的 好 接着有一天 我去别人家里 看到他的洗衣机坏了 是的 放在厨房的洗衣机 我之前已经有post说了 金星管厨房 因为金星是天秤座的主星 厨房的一些 机器 电子零件会坏了 OK 那果然呢 我有一个 认识的人 他就是这段时候 厨房的洗衣机 糟糕了 接着 又有人报料 Thomas 我这次一定要跟你 我这次试试用我阿婆的声音 不要常常在那装饺 Thomas 我这次一定要跟你说 我本身这个水液 是有觉得忍忍若若有影响的 但是今天这件事 我真是吓死了 我有一份 一些证明 和工作有关的证明 整个多年以上的经历 资历很重要的 一直不见了这份东西 十几年 尤其是那时候占卜 你跟我提过 我有机会要升职 一直很想找回 他的意思就是 哇 老妈子今天打给我 竟然找回 十几年不见了的东西 好神奇 好神奇 好神奇啊 是不是很替他开心 还有天秤座就是掌管这些 就是签约 contract 文件的东西 竟然给他 十几年之后找回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要多谢水液的东西了 就不用每次都那么怕水液的 好 这个发生什么事呢 话说有一天无端端有个客人找我去占卜 OK 他就说之前找我塔占 然后我一查回 他上次找我 是 2019 8月18的事成 就是已经两年前了 是两年前的旧客 OK 所以我经常都说了 这次天秤座会回回一些旧的客人 和有生意来往的人 OK 那这里是其中一个例子 好了 然后继续 又有一天 我想说呢 我这次这个影片的 presentation 我是纯粹跟 chronological order 纯粹跟时序 因为 因为我不再跟回哪些范图 然后就再去编排那些影片 所以大家 看到其实我现在在这儿 打蚊录的那些影片 我纯粹是在我自己 电话的那个album那里 就是一路 录着这个 screen 一路在这儿说的 对了 那就可以快点了 不用每次 等我 每一次去整一条片 都要搞很多的 后期制作 好了 接着又一次在mivi group chat 又有很多人在这儿 分享 那 又上读了一下 早几天 有家几年没去的美容园 打给我说我很久没去 什么时候去做facial 原来他还有 一些 course未完的 后来想回 几年了 那 again 那 他说水益找我的不是老朋友 但是这里其实是认了很多 这次天平座水益的题目的 为什么 大家想不想到为什么 我给了两秒时间大家猜 1 2 完了 第一个 因为 这个是一个 就是客人的关系 有商业来往的关系 那就是天平座 还有最重要是美容园 天平座的主星是金星 金星就是管美丽的东西 美容园 所以这里是认了两个东西 ok 接着有一个人说 两年 没有找的朋友 为什么没有找呢 就因为政权不同 但是现在就找回他吃饭 ok 所以 我怕 但是这次这个 就是 就未必一个你很喜欢的人 所以为什么是天平座 因为一些旧时可能跟你有 冲突有矛盾的人 就是天平座掌管 因为天平座我们是叫一个open enemy ok 接着 下面有人说 两个几十年 没有见的旧同学 竟然找他来聚聚 哎 真的 不得理不信 接着 有一天 我想这件事就好像没有说上了新闻 那样的 ok 那大家自己看 但是这里就完全是认了 viacombuster 大家有没有意义呢 因为我们说水液是交通 都会有很多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发觉 这次是很多铁路的问题 火车啊 就是地下铁那些 我们等一下会去 cover地下铁那些 为什么 因为viacombuster的中文是燃烧之境 一条火路 你想想这条火车轨 是吧 沿着这里一路着火出现 是不是很重 是不是重到令你心寒 还有你们看回我之前的水液回顾 那三辑里面 好像是第三辑 你记不记得 那个什么 是不是冬铁 什么大围线那个 他是不是拿了两次东西的 是今次天平坐仔的 是不是东冲线 还是什么 九龙塘线 那个火车 拿了两次东西的 一次出烟 接着第二次进行着火 现在又来了 大学站 坏车 信徒故障 大家 还是出烟 出烟着火 是在这两个礼拜之内发生的 几恐怖 就是 烟烧之影 一直沿着火 一路他就着火了 OK好 接着 有九个日 我出完那个 broadcast message 那个独家优惠港破 然后就有个客人 无端端问 是否可以找你签博 然后我再看 他更厉害 这个客人上次找我 是2019年的1月2号 就是差不多三年前 OK 差不多三年前的 舊客人去找我 好 接着有一天有个客人跟我报起了 你之前说过有个人11月有机会还钱 这个是他找我私下做占卜的 他问我这个人会还钱给他 我就说在11月之内会的 果然这个人 在11月的最后一天 找回我的客人 就是那个债主动打电话 找我的客人 债主 你说这件事是否神奇呢 真的好神奇 还有 你几可有债主找债主 通常债主找债主 然后那个债主是走隔不走 避你避到飞气 现在竟然他自己送上满目 OK 首先认了我之前 帮这个客人做的占卜 所以其实他也是赞我准 但是更加重要就是 在这个 11月的最后一天 因为大家看看 这件事在11月30日发生的 因为当天客人去找我 在当天CAP Screen 在11月30日发生的 几神奇 然后 我的客人债主 我还找了他几多次 都不管我 但是他今天 那个债主 竟然无故主动向他报告 所以真的值得开心 有时候也是这样的事情 所以就说 麻烦 你们如果有什么救债 如果想追回的话 可以趁下年的水液去追回 下年2022 我也说了三次 主要的水液 风涨星座水液 但是尤其是 天平座水液 那时候可以追究债 好继续 这里 是一个 你都去Facebook那里找 OK 这个位置分纱 就话说这个 分纱店的老板娘 总之你们常常 你自己可以去Facebook那里找这个故事 但是他就找回一件 九分纱 总之是找回一件九分纱 这个救物尋回 其实不是尋回 总之是出现了 还有就是说 分纱 凉衣 是由 金星管的 还有金星也是管婚姻 天平座的主星 金星是管婚姻 也是管凉衣 所以加上就是分纱 然后就在这次 2021年的天平座水液里面 被这个位置分纱的 分纱店的老板娘 得到这件分纱的消息 说我一看到 真的是 爆笑了出来 又是天平座水液在那里搞鬼 还有因为这件事 这个老板娘 都跟一些当事人物 是造成了一些小小的纷争的 在我一开始 成龙封面那条 我已经讲过 某些行业的人 接下来会特别容易 造成一些 纷争 甚至被告 这里其实就是应当 的 重您 推荐 是不是做control 怎么读 口字ым Titans 我整天读 是不是不是做control 总之让人 嘩 嘩嘩 OK 接着继续 这件事 各位都知道 还有这件事 是已经过了11月 因为这个合 来 我说回位置分析这件事 位置分析这个post 是出在11月的 不知29还是30号的 都叫做是11月的 就是完结之前 就是我之前说过 因为今次这个天明阻止疫 由于VIA combustor的影响 会去到11月尾 但是 现在这个 坚尼地城离门事件 直到12月了 12月多少号 12月2号 这件事全程都知道 这件事是12月2号的事情 就是说就算过了11月 原来今次水液 仍然是如波未了 所以我就说人算不如天算 就算我比到尽 我真的以为去到11月尾 但是谁知道去到12月2号 都还有 这个水液 themed的意外发生的 还有 again 又是铁路的东西出事了 地铁 即是VIA combustor 燃烧之境 虽然他今次不是着火 但是 都是沿着这条路轨 铁路 燃烧之境 什么叫境 一条这样的铁路 是不是 就是骗子 好 接着 就有客人跟我报料了 什么时候跟我报料 12月5号跟我报料了 那就说 不是 他只是去报料而已 但是其实他纯粹 事后跟我回顾了 总之他说 见到很多 十年 十一年 十六年未见的 service user 和上次 service user 和他有一些商业来往关系 ok 所以他在12月5号 是有一个八年完全没有沟通的service user whatsapp 所以 天秤座 themed 就是一些旧的客人 ok 其实这个客人一直问我一些 找我去占卜一些卖楼的事情 那他在这些 就是purchase上面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的东西上面 他遇到阻滞了 我之前也说过的 所以也就是会 令你ongoing的事情 是遇到阻滞了 但是他就不断见回旧人 ok 所以呢 水亦对他 一方面 给了一些砂糖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都给了一些糞便去享受 ok 还有这个客人 很excited 他自己都说 快点post我的case出来啦 好 接着 最后一件事 最后这件事是发生了什么时候 好像是昨天 哦 是的 12月7号 哎 12月7号 昨天 发生了什么事情 无端端 有一个 人 找我 那我不知去哪个 因为我已经没了他的contact啦 那话说原来这个人呢 在我以前呢 就是我的 客人来的 但是在19年 因为运动之后呢 那大家就没有找啦 ok 那原因是什么 大家心照啦 ok 但是他现在呢 竟然找回我 哎 所以啦 正所为 一个人 一做得Nancy 就真的 没什么鼓痴的 哎 所以其实 哎 大家觉得我又没有理睬他呢 当然理睬他也有味啦 但是 是啦 一个旧时的客人 在 19年开始就 没找啦 然后在两年之后就找回我啦 那但是 就是这个 嗯 是啦 这个 业员我都不会让他再继下去 那我就没有理睬他 ok 那 但是 都是一些水溢的东西啦 好啦 所以 我说纯粹一些比较有趣的分享啦 那还有 嗯 喝而是杂志啦 啊 就是 不断 不是说喝而是杂志啦 sorry啦 溫固之身啦 是的 溫固之身 不断去提醒自己 那下一次水溢的时候 还有尤其是天平座水溢的时候 因为原来夏了会重复多次的嘛 那 大家就知道如何可以去看路啦 ok 好啦 那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生活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